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仙人球配土 因为好多话有说 我去按照别人说的仙人球配土用颗粒 直接用的全颗粒 种上仙人球它不长 那这样到底用全颗粒对不对呢 其实呢养仙人球是要根据自己的养护情况 根据自己的环境去配土的 如果你想让它快速长的话 你不需要用全颗粒 如果你用全颗粒 你保证水费充足它也是长的 所以说想要去养好的话 用颗粒土应该说是 颗粒它多了以后是有好处的 用颗粒有两个好处 一个呢是用了颗粒以后 浇水以后它保水的水分少 多的就会从底部流出去 这样呢它根系透气好 不会出现烂根的情况 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 再一个呢就是容易控制形体 比如一些仙人球 它是属于强似品种的 你养的比较大了 去给它换盆的时候 最好是用颗粒水去栽培 用全颗粒水栽培以后 它这个土里边是没有养分的 我们少施肥少浇水 它的球一直不长 但是呢 它的刺一直是最强的 就是最硬的 打到最长的那种状态 保持一个形体 球不长 到时候看刺是非常漂亮的 就给我们养的多肉 而想要去控制出状态 而让它一直保持一个状态 不生长 那么颗粒土没有养分 它得不到养分 只是说您浇水 保证它不干掉 根系保证不干枯 这样它一直保持一个形体 一直出状态中 就是最漂亮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用颗粒土 这两点是最关键的 一个是能够保证不烂 保证能养活 一个是让它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形体 那么我们在家庭中栽培 用颗粒土 不用颗粒土可以吗 可以啊 小鸡羊很多健身球 想让它快速生长 都是直接用的那个原土 但是呢 在室内用原土也好 用营养土也好 是不合适的 因为我们在室内的环境中 首先光照并不是很强 其次通风不好 用原土浇上水以后 土壤甘子曼 浇上水以后 土壤甘子曼 就会导致出现烂根的情况 所以说在家庭中栽培 个人建议您颗粒占一半 一半颗粒 一半有营养的介质 这样浇上水以后呢 它会透气性相对好一些 干的会相对快一些 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了 如果说您室内通风比较好的话 那么您就直接用营养土栽培 您直接用原土栽培 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浇上水一定要掌控好 一般情况下浇上水 它的土表能够在三五天的时间内 快速的干了 这就是透气性非常好的土壤 平常浇水的盆土干透 再去给它浇土 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调配 比如说买点草蛋土 买点火山石 红彩石之类的颗粒 也可以说找点 三到六毫米的核砂颗粒 我们去颗粒 去直接用核砂 煤渣或者是火山石 红彩石 营养土呢 直接用草蛋土 这样按照比例去调配 用小盆 用桃盆 用透气性好的花盆 直接去栽培上 您再去按照小七说的方法浇水 想让它快速的生长 盆土直接干透了 您去给它浇水 浇水加点肥料 放在太阳光底下去 它就能够快速生长 想要让它一直保持一个形体 那么您就少浇水就可以了 因为一个仙人球 如果长到五厘米以上 你把它刨出来扔到那 放到一个见光 见散光通风好的位置 一年的时间 我不去管它 它不会死掉 发现球体瘦弱了 你想去让它活的话 直接栽种上 浇上水 多见光 保证通风的话 很快就能够恢复 又能够继续生长 因为它非常的耐干旱 所以说家庭中养 用颗粒土是最好的 这也是小七 为什么一直让您去用颗粒土 而且小七自己栽培好品种的 都是用一半的颗粒 就是这个原因 你现在知道了吗 自己如果不会养 如果不明白的 看了这个视频 应该就明白了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注赞